举目所见加油站里满满都是车 还有越多人都要进来加油 法国炼油厂罢工行动已经两周 劳资双方在薪资上迟迟达不成协议 国内石油短缺情形恶化 法国总理伯恩紧急召开部长级会议 表示必要时会采取干预措施 周一时也宣布到14号前 每个人最多加油30公升 卡车则是120公升 但因为乌俄战争 欧盟近期拟定对俄罗斯石油设价格上限的制裁 恐怕让法国甚至全球石油只会越来越贵 进而增加全球经济衰退风险 我们的国内领域预算是3.2% 而我们的预算是2023年 是2.7% 专家表示目前全球正面临乌俄战争 中国大陆经济成长放缓和通膨危机三大挑战 尽管台湾经济成长率达3.3% 高于全球平均水准 不过美国成长率预估只有1.6% 德国和意大利则可能因为能源危机而经济衰退 但考虑到通膨居高不下 IMF经济顾问也表示全球升息脚步 如果这时停下物价无法回稳就无法降低通膨 而随着投资人正等着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和财报公布时 美股今天跌多涨少 道琼小跌0.12% 标普则下滑0.65% 仿佛也在暗示暴风雨前的宁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